大家好,歡迎收看LemonTV的科技台 今天這一集我就會教大家在iPhone、iPad和Mac機上 怎樣可以將文字變為語音這樣讀出來的 我現在就在iPhone教大家怎樣可以把文字讀出來 首先要在設定 接著去到輔助使用 接著你會看到spoken content這個地方 接著第一個項目寫著speak selection 當然要打開它 因為你要是highlight了你才會讀到這些字 之後你會看到voice 還有speaking rate speaking rate就是速度 接著我們去看一下voices voices就是不同語言的聲音 那英文和廣東話我都是用siri的 那我出去吧 那我去notes那裡示範給大家看 那這裡就是我預先在notes裡做的一段文字 那這個就是蘋果97年最經典的3Difference的廣告 好啦你highlight了之後呢 它會彈出這個menu出來的 你只要按speak 跟著你就按一下文字那裡呢 按一下文字那裡呢 然後呢 你在箭嘴那裡 它有一個pause 一個暫停的 那跟著呢 它會暫停了這段 講的東西啦 那這個大致上 就在iPhone上面 用這個 把文字變成語音的 就算你朋友whatsapp也好 就算你去到Facebook 你comment 就只需要copy 跟著copy了之後呢 它有一個這樣的menu出來啦 跟著你按speak 它就會讀 廣東話和英文的 那iPhone呢 就好在是 它可以兩個語言都讀到 廣東話又讀到 英文又讀到 那它會有選擇 會說中文啦 還是讀英文的 就是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iPhone上面的 文字轉語音的功能啦 那呢 剛才呢 我就教完 大家怎樣在iPhone 到用 文字轉為語音的功能啦 那呢 現在呢 我就教大家 為什麼在iPad上面 開這個 文字轉語音的功能啦 首先當然 你又要在設定裡開啦 那跟著在這個 Accessibility 就是這個輔助使用這裡 那跟著在 Spoken Content 然後打開 Speak Selection 那跟著 Voices 你會選擇你自己國家的語言啦 那就是根本跟iPhone的設定是一樣的 那跟著我打開了Notes啦 那這個就是 英文版的 那我剛才也試了 就說 它可以 讀很多種語言的 只要你在setting裡開了啦 那跟著這個就是 Steve Jobs last words before death I reached the pinnacle of success in the business world in other's eyes my life is an epitome of success 那跟著我想暫停呢 就按pause 就按暫停呢 你就暫停了這個 語音這個讀出來啦 那跟著我找到一個 中文的 那我就把它highlight它啦 然後我按speak 然後按中文 不同範想 向那些瘋狂的家伙們之敬 他們特立獨行 他們記憶不純 他們夜視山飛 他們格格不入 他們用語眾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 他們不喜歡默守盛規 他們也不願安於現狀 你可以引用他們 反對他們 還讓或是詆毀他們 但唯獨不能漠視他們 因為他們改變了事物 他們推動人類向前發展 或許他們是別人眼淚的風子 但他們卻是我們眼中的天才 因為只有那些瘋狂到以為 自己能夠改變世界的人 才能真正地改變世界 好奇怪是呢 你iPad和iPhone 你一次定讀 就是你選了你的語言 那它讀呢 可以讀很多種語言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在蘋果電腦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不行 那 挺方便的 我覺得這個功能 譬如 有時候你會 遇到一些字 你不會讀 你就highlight了 然後它讀給你聽 尤其是英文 那 你highlight了之後 你就可以讀它 知道怎樣讀這個字 那我覺得很方便的 那這個呢 就是這個 Speech功能 是iPad和iPhone的 那之後呢 我就會介紹 怎樣 在Mac上 用Speech功能 那如果你是用 Mac機 MacBook iMac這些 蘋果電腦呢 首先呢 你要去 系統設定這裡 然後找這個 輔助使用 就是這個 Accessibility這裡 接著你找到Speech這個 那這個Speech啦 那這個System Voice呢 就是不同 的聲音啦 那這個是 Siri 中文 啊 這個是英文的 那中文廣東話呢 就在下面 那這個是廣東話Siri的聲音啦 那它的聲音呢 是這樣的 那英文的聲音就是這樣的 Hello My name is Siri I am an American English Voice 那如果你選擇廣東話呢 它就是這個 你好 我叫Siri 我講廣東話 那它除了 廣東話 除了女聲 有男聲的 你好 我叫Siri 我講廣東話 那英文也是啦 Hello My name is Siri I am an American English Voice 那你之後 我教了之後呢 那譬如我在Node SEO 那譬如我在Node SEO 找一個 找一個 找一段東西來讀 那接著你highlight 那些文字它 那接著 因為呢 在剛才的Speech那裡呢 它這裏就說呢 Speech selected text when the key is pressed 那即是呢 當我 按了一些快捷鍵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我highlight的字 就會讀出來啦 那我這個 short cut 即是那個捷徑那個 快捷鍵呢 就是option加escape 那我highlight了它啦 那我一個好楓的 就這樣可以 那我追求 可以選擇 那些動作 可以選擇 那些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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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改變了事件 他們推向人類人類 而有些人看見他們是瘋狂的人 我們看見神奇 因為人們太瘋狂的人 以為他們能改變世界 他們是做的 這個功能在任何地方 只要你開啟了一段文字 它都可以讀出來的 就算你在Email也好 你在瀏覽器 即是你在看其他網頁 只要你開啟了一段文字 接著你就按 你所設定的快捷鍵 它就會讀了那些文字 中文也可以 英文也可以 但是 如果你要說廣東話 即是你是用廣東話的 你要去回剛才這個設定 即是剛才是Speech的語音 即是你要去回這個設定 即是設定為廣東話 如果不是廣東話 它會讀不出來的 即是像我剛才按 這個是英文的 那我 只要我遇到英文的時候 就可以 讀英文 但是如果是廣東話這個 它好像廣東話 即是中文字 也讀到 英文字也讀到 即是它兩種語言都讀到 那今集呢 我就先教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集再教其他東西 就是這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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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